如果像我剛剛顯示出來的 就會有這些錯誤 所以這些錯誤的話 像這個空白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有空白 原來我剛剛練習的時候 我多加了一些不應該加的東西 像北區 主要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沒有名稱的話 它自動會幫我得加進去 所以這個資料錯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把它刪掉就好了 可是刪掉之後 你會發現你切到樞紐分析表 它實際上 還是沒有更新 所以如果沒有更新怎麼辦 我在那個講義裡面有提到 其實如果以後 你的前面資料 假如說已經更新了 但是後面卻沒有改變的話 記得你可以做什麼 這邊後面 在那個42頁裡面有提到 其實就按一下什麼 重新整理就好 因為樞紐分析表 它不會自動主動的更新來源資料 如果你來源資料有變更的話 那記得你要按一下重新整理 否則的話 它不會主動的去把來源資料變更 自動去幫你搜尋到 所以特別主要我如果剛剛已經第一個 把那個前面的資料刪掉 後面的資料如果沒有變更的話 那你記得按一下那個 在選項裡面 我2010的版本在選項 如果你其他版本可能會放的位置有點不太一樣 理論上應該可以找得到 重新整理一下就可以 所以我如果把按下重新整理 給我們看一下 重新整理 OK 什麼資料 看一下 還是說我的資料 不是這個 理論上重新整理 應該他就 我先把這個面板拿掉 OK 把這個重新再整理一下 空白 那我可能剛剛選的時候 對 剛剛 所以來源範圍如果要變更的話 其實你可以變更來源 他這邊有一個重新整理 奇怪怎麼還沒有 變更一下來源 所以我可以怎麼 再把這個範圍重新選取 因為他剛剛選到哪裡 有沒有 剛剛選到 這邊到G的25 所以其實底下多選 那主要是因為我剛剛這個地方 選的多了一些東西 所以以後如果你發生這種狀況的話 可能要檢查一下來源是否錯誤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重新選取 從A1一直幫我選 選到這個底下不要多選 選到20 20列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更新過之後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理論上當然前面 變更你重新整理就好了 如果重新整理 奇怪的沒有發生效用的話 那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這個變更來源 資料來源部分 稍微再檢查一下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有關那個變更 就是來源跟更新的部分 所以如果資料有變更 你按重新整理 他不會主動更新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前面的Data 有變更 比如說我今天前面的資料 哪些變更 比如台數銷售 假設這邊 銷售金額 這個台數 北區的部分打錯了 那我比如說把2000 改成5000好了 那大概我Enter 這個地方確認進去了 但是呢 那樞紐分析表 他不會自動更新 所以呢 如果你要更新的話 一樣 選項裡面呢 把它重新整理 我剛剛是變更北區 所以重新整理一下 看一下 你會發現 本來資料 好像是27000 現在變成30000 總計呢 也會幫我更新 所以特別是說 他不會自動更新 OK 不會自動更新 除非你要去設定 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 那基本上 你就必須要重新整理一下 他才會幫你更新資料 所以大概有這個 這個問題 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 其他我剛有提過了 改變那個 摘要方式 摘要方式呢 當然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第一個從這邊 按下 值 藍位設定 這邊可以進到 摘要值方式 之外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上方這邊有一個叫 藍位設定 點進來 你會發現結果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兩個方法都可以進到 那個所謂的 這個摘 值摘要方式的設定 你可以從這邊 進到這裡 也可以從這邊 那摘要方式呢 你可以顯示的 比如說家總或項目 其他的話 當然你可以顯示方式 如果是百分比 你剛剛有提過 你也可以從這邊去做修改 那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 有關設定方式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有關 新增計算欄位 那什麼叫計算欄位 比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 多增加一個欄位 平均好了 平均什麼呢 平均 101年跟102年的銷售量 如果我今天希望 多一個這個欄的話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要不就是說 你直接呢 去變更來源 這個地方 剛剛的通訊產品 你可能就要在 H欄裡面 增加一個平均的欄位 不過你增加一個欄位之後 你的來源 可能要重新選取 本來你選到G 你可能要選來選 不過這有點麻煩 怎麼辦呢 如果你不希望 這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呢 直接在我們的 這個樞紐分析表裡面 新增一個計算欄位 那怎麼樣新增一個計算欄位 假設我今天要計算 新增一個計算欄位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在選項裡面 有一個欄項目和集 這邊有一個計算欄位 那這個點擊它之後的話 底下的話呢 你可以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叫平均 那平均的話呢 是根據 單位台除以2 就是101跟102 兩個相加幫我除以2 那除以2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顯示 多增加一個 加總平均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一樣切到那個選項裡面 那假如說我要增加一個 新的計算欄位的話 請你找到有一個叫什麼呢 欄位項目和集點下去 就這個位置 不過可能也是一樣 可能版本如果不一樣 跟我不是2010的話 恐怕就是自己在找一下位置 選項 因為我發現後面的版本 好像也會有一些些的差異 但基本上 一定會有個計算欄位的功能 所以我如果今天選項裡面 欄位項目和集 找到計算欄位 我如果要增加一個計算欄位 叫平均的話 那計算欄位 接下來的話呢 要怎麼去讓那個單位除以2 記得哦 一請增加一個名稱叫做平均 OK 平均 不過其實版本不一 這個也是 之前常遇到的問題 因為理論上應該大家都要統一一個版本 這樣上課才不會有問題 不然的話我根本沒辦法解 不可能說每個版本都做一次 所以有時候在電腦教室上各好處就是 大家版本都統一 這邊沒辦法統一 好那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哦 我要增加一個計算欄位 名稱叫平均 公式部分比較注意一下 公式是什麼呢 我的單位 所以這個欄位哦 所以建議各位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在這邊點兩下 等於後面呢 有不要放這裡 點兩下 他會把這個欄位幫你帶過來 建議哦 不要自己用打的 自己用打的話比較容易出錯 我建議什麼 自己帶過來 怎麼帶過來比較簡單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邊點兩下 帶過來 把這個欄位呢 幫我什麼 除以2 除以2 除2 OK 那就是他的平均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欄位哦 這個新的欄位哦 道理跟 你在H欄 增加一個那個欄位除以2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啦 那只是說呢 你在這邊增加一個H欄 再做 相對的感覺不方便 好像這邊會比較方便 可是呢 你如果要做這個動作哦 還是建議你要熟悉 所謂的計算欄位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個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哦 他就會幫你多增加一個平均的欄位哦 OK 有沒有在這邊平均出現 那平均出現之後的話 你會拿他來做後續的應用 比如說我要統計年度 假設我希望 平均這個欄位呢 幫我放在年 年度我不要放在篩選 我把它清掉 然後幫我把年度放在列的下方 101-102 那並且呢 幫我把那個 加總的結果 幫我放到每一個 就是說平均的結果 幫我把它放到 假設我希望 不是放左右 加總結果不要放左右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 Sigma 這個地方的話 有個 這個區域的Sigma 幫我把它搬到 列的標籤下方 讓它往下 幫我做那個平均的部分 平均這個值 一樣我把這個 第一個我先把我的 台數加進來 然後平均也加進來 OK 那你會發現 他幫我把那個資料 裡面 增加了一些區域 101年102年 那他預設是加總 不過我這邊的話 最後的結果 我希望大家看到 類似長的像這樣 像這樣吧 加總 產品名稱區域 多一個年度 我把年度拿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 每一個產品 除了說我可以看到 它的 單位台之外 它還有一個平均在下面 平均的數字 會在下面 多一個平均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新增一個 所謂的那個 計算欄位 特別注意哦 這個計算欄位 實際上就等同 類似 你增加一個 新的欄位在那邊 那我的名稱叫平均 那我的名稱叫平均 它基本上是從什麼呢 從那個 單位裡面 我建議點兩下 這邊把它 除以2 除以2 產生 然後呢 並且幫我產生區域 跟那個產品名稱 最後的 這個加總結果 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 如果新增這個欄位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 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做美化的動作 那其實美化 我覺得這個 見仁見智啦 有的時候其實 有人喜歡 很花俏的結果 但有的人可能覺得 好像這個 可有可餘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 最後的這個 報表 做的美輪美化一點的話 你可以利用設計裡面的 這個功能 它裡面 可以馬上幫我做出 一個 看起來好像 相對起來 比較漂亮的一個 樞紐分析表 比如說我今天 點了一個綠色的 假設這個 綠色的 這個樞紐分析表 它就自動幫我 把顏色加上去 其他的話 當然區域這個 藍位名稱 如果你不想要顯示的話 其實這邊可以把它拿掉 其他有些東西 可以把它重新設定一下 除此之外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但你又覺得它太醜的話 你可以把它移除 移除的話 記得 可以從什麼呢 增加是選裡面的 如果要移除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有個清除 它有個清除 不過有的時候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你可以選取那個 左上角的這個樣子 其實左上角這個樣子 我記得好像也是 恢復成最陽春的 最陽春的樣式吧 這個是最陽春 等於5 或者是清除 你可以把它清掉 它又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兩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 是增加一個計算欄位 叫做平均 第二個的話 試著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做一個美化 好 She 번째 她說 逃得 水 olog